你叫做Mike 其实他是裁判员来的 当年是翻译下班了 哥们是来顶班的 养家糊口不容易嘛 不得不说呀 这个Mike非常的明智 裁判怎么混 他就是个报分的 想上位翻译 是条正路啊 是吧 你看马英九宋楚瑜 他们当年都是给这个蒋经国 当翻译出身的 马英九当年当翻译的时候啊 是刚从美国回来不久 被垃圾食品养的 那是人口马大呀 文雅的说 那什么衣服穿上都很肃形啊 作为翻译 他被勒令减肥 因为当时候这个马英炮啊 总是撞到蒋经国和外宾之间摆的那个茶井 咣当咣当 上面就连茶杯都不敢放 给小蒋同志渴的呀 但不要以为做了翻译 就会有好下场 马英九那是命好 俗话讲 站队的对了 还有一位翻译人兄 学这个阿拉伯语的 很不幸 在2009年联合国大会担任了同声传译 更不幸的是 摊上了卡扎菲一时兴起跑来开会 最不幸的是 那是卡扎菲执政40年 投回上联大发言 那憋了一肚子的话呀 限时15分钟被他喷了100分钟不止 结果卡扎菲这还讲着呢 得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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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听那话筒里边传了一声阿拉伯语的句吼 我再也受不了了 这是来自人民的呼声啊 或许受此事影响 同样学习阿拉伯语的何炯老师 就果断的顿入了娱乐圈吗 其实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说啊 翻译官的形象 似乎是这样的 根据可靠的情报 围困西平据点的 是赵庄高家庄马家盒子一带的土拔路 可靠 完全可靠 梳卡 翻译官 就是二鬼子呀 我有点搞不懂 这个电影里的鬼子呀 我看都是说中文的 还要翻译做什么用啊 其实掌握一门外语啊 挺好 就是给自己打开了一扇 通往外国文化的大门 男人保不齐 哪天要是真打仗了 投敌叛变什么的 也方便点 是不是 语言呢 他也是知识的一种 多学一些 一多不压身嘛 有句话说的好 知识就是力量 虽然有的时候 无知似乎更有力量一些 好 广告之后见吧 欢迎回到清清白岛会 会声会色 最近我的心情 特别特别的舒畅 因为有一天 我从梦里边醒过来 我发现 我国和印度争议 多年的边界问题 按照我们的意愿 圆满的解决了 在南海 越南和菲律宾也乖乖地滚回了老家 祖国两岸 总算完成了统一 中华民族终于实现了 伟大的复兴 的确是 做梦也不会想到啊 就是那样的一本 能够带着我们 畅游全球各大战乱 沉飞地区 和枪林弹雨国家的护照 威力 打过城管和拆迁队 我想啊 现在跟我一样 昏心鼓舞的 应该还有我们的发言人 终于不用天天 我们抗议了 现在都是 外国向我们抗议 希望各方 保持克制 我们再练一练 舰载机 就去慰问你们 就这次的护照事件 我发现 美国在亚太的实际控制力 真的很弱 美国都认可了 这小弟们还叫嚣 看来他们之间 也充分的体现了 集团内民主的特点 所以美国说要重返亚太 搅浑这潭水 要我说 昏招 要菲律宾说 又可以放昏了 日本的比大喇叭广播 全国妇女同志们注意了 我们即将迎来 新一轮换血儿的出生高潮了 为了维护主权和领土的完整 岂止是中央淡经节律 就连地方也是呕心立血 几名河北县县的企业家 最近就被乡税务所的负责人 叫到一起开了个小会儿 就是在这个会上 税务所的负责人 向他们透露一个国家机密 他说 人民日报之前发了一篇社论 根据他多年看报 夜观天象的经验 他判断 终日必有一战 同志们 所以 虽然各位 我知道 税已经交起了 但是为了支援国家 咱们打败小日本 为了配得上咱们这个线线的线 是不是 还是希望大家 心爱心 再交一轮税吧 如此高的思想觉悟 真是让人很感动 我建议 为了成全这位负责人 咱们国家立刻应该把他的财产 收入国库 把他本人送上前线吧 保家为国 为国争光 不仅需要动嘴皮子 还得动手 我们执着的邻居韩国 就坚持不懈的 做着光宗耀祖的事 为了证明整个宇宙 都是属于高丽民族的 韩国一直致力于发射 拥有部分自主知识产权的 罗老号火箭 在经历了十几度的推迟 两次失败的发射之后 韩国宇航局发话说了 我们99% 99%点多 肯定要在2012年11月29号这一天 完成发射 于是乎啊 北边的朝鲜 开足马力开骂 南边的菲律宾 家家户户 撑开伞 避免被砸 寻情期待 等着看满天的烟花呀 但谁能想到 在倒计时16分钟的时候 韩国又中断发射 我给妈呀 不就放个炮吗 用得着这么磨叽吗 就这个罗老号这个名字 罗老了号 来自发射基地的名字 韩文的发音 应该是大概 拿罗号 拿罗号 这个音不像是罗老 像是老罗号 老罗号 底滴滴吹 发射火箭全靠吹 这是半岛通病 都说世上最难对付的人 不是你的敌人 而是你的领导 可现在看起来不一定 前不久 湖南楼底市和新华县的部分领导 来到新华县水车镇 和水车镇的文田镇的凤家镇 三个乡镇新当选的 现任代代表来座谈 而在这个形成之中 水车镇人民政府 没有给参与会议的人员发香烟 也没有招待用餐 与会的领导 都是自己掏腰包填饱的肚子 这一举动 博得了乡镇群众的一片喝彩声 同时呢 也博得了我个人 对水车镇官员们 未来试图的深深担忧 还有广西兴安县 在对付领导方面 也同样表现得游刃有余 这个号称太阳能光伏制度的 广西县城 在几年前投入了大量资金 土地发展光伏产业 得到了广西领导夸赞 说是无中生有 搞起了光伏产业城 可能就是这个无中生有惯了 据知情人员透渡 最近这个光伏产业陷入了困境 新南县的太阳能光伏产业园里边 公司是停产多生产少 每逢有领导来视察的时候 附近农村的临时工 就会被叫到厂里边 穿上统一的工作服 很正规的装模作样的在那里生产 这个玩意怎么用啊 领导一走 大家就散了 光伏基地 成了影视基地 临时演员的沃土啊 其实偶尔造造假 撒撒谎 那不是什么坏事 英国剑桥的帕斯中学 就有一项这样的校规 只要学生啊 能在十秒钟之内 为自己犯下的错误 找到借口 就可以避免惩罚 校长的理由是 撒撒谎有助于培养学生的交流技巧 在十秒钟之内 他要是能够迅速找到借口 是可以培养他思维敏捷 善于交流的青年一代 有助于他们将来的成功啊 我在这里表示 本人可以为该校提供教材 回头给你们推荐几份 中文报纸和电视节目啊 其实啊 撒谎已经成了这个时代 生存的基本条件之一了 你看这个英国的中学生 都想明白了 应该怎么与时俱进嘛 我们经常听到一些 有识知识说 现在的社会道德滑坡 诚信缺失 价值沦丧 然后教育大家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 最重要的美德就是诚信 这是五千年来 中国人一直倡导的精神财富 但是我觉得 但凡什么玩意儿被倡导 那一定是这个东西 存事量太少啊 你幸福吗 从咱们自古以来 就倡导诚信这个事来看 我推测 自古咱们这儿的诚信人士 没比熊猫多几个 其实撒谎是个 再平常不过的事 领导开会说 今天我只说三点 意思就是 我只说三个点 小三说 我跟你结婚 不是为了你的钱 之后呢还一句 那还能是为啥呢 你肯定也说过谎的 见到同事的小孩 第一句就说 哎呦 长得太像你了 其实心里想的是 这孩子长得太老像了 长得比你还磕着 所以我总觉得呀 当下社会的很多问题 并不是因为撒谎而引起的 而是因为很多人都不明白 自己应该是干嘛的 比方说 一个教育台 请什么干录录啊 请来了 你还不教育他 还玩得那么嗨 所以为了